大家好 我是2A班的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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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做名叫我们吃早餐了 那我们的做名是跟我们的做名一样 就是吃早餐的 因为我们的卡牌全部都是由食物的种类整成 所以我们的做名是跟食物有关的 首先我们要具备六张卡 所以我们有三个选择可以选 简单、中等和困難 我们由简单开始 我们就会看到这四张卡牌 有这四张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张 有一个文章 所以我们就要想起 刚刚这四张卡牌裡面有什么 所以它就会有个CAM 然后想一下 刚刚那四张卡牌裡面有什么 就会在卡牌裡面拿一张对手 对着那个CAM 对手之后看右上角 它的映示 如果它映示Fetch 4就好 我们就按一下空白 我们就找一张卡牌 对 按下去 不错 那么它就扣了一张心 如果扣了一张心 就不要紧要重新来说 我们就再来说 刚刚 看到的是菠萝包 然后按多次密兜 然后找菠萝包 然后我又 好 找到了 它又显示了菠萝包 所以我们就按空白 再一个 好了 完成 这张卡牌就会消失了 如此类的 我们就继续按一下 按一下 好了 已经继续了 好了 恭喜你赢了 这个游戏呢 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有简单 普通 还有困难 这个三种游戏比较容易 可以使掌仔轻易上手 这个游戏呢 就是给掌仔的 就不像我们 青少年那些游戏那么困难的 就算我们调到最困难的时候 掌仔都可以玩的 可以适合他们玩的 他们是比较容易 所以就会很容易地赢 就会令到掌仔会有成功感 他们就会继续玩下去 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这个产品呢 就是有了掌仔的心理 和抱抱的健康的 我们掌仔透过我们这个游戏的时候 会令他们的 运用脑部来思考 会增强他们脑部的灵活性 和他们的记忆力 我们的产品比市面上 其他的乐龄产品比较便宜 因为我们只需一副牌 和一部iPad就可以玩到 有乐趣又有娱乐性 我们的产品是 帮助脑腿化症的老人家 希望你们的评伴喜欢